今天念酸痛拉筋解剖书 第五章 做对拉筋伸展操的技巧 红色的标题 做拉筋伸展操的时机 拉筋伸展操必须与其他运动训练 占有同等重要的地位 只要是参加运动竞赛或做任何运动 就必须花时间做拉筋伸展操 一定要安排出时间伸展紧绷或僵硬的身体部位 越是热衷运动与体势能的人 就越要花时间和精力在伸展运动上 如第四章所述 运动前后都要做伸展操 这是不可怠惰的 除此以外 我们还应该在哪些时候做伸展操呢 针对个别的训练目标 又要如何选择最适合的伸展操呢 依照训练目标 选对伸展操种类 对柔软度训练的效果有很大的影响 以下是我对如何选择伸展操的一些建议 比方向是一个黑色的标题 选对拉筋伸展操 就暖身来说 选择动态式拉筋伸展操最有效果 而就反核运动而言 静态及被动式拉筋伸展 以及PNF伸展操最适合 如果要增进肌肉和关节的活动范围 建议做PNF伸展操和单一肌群主动伸展 若以复健为目标 结合PNF伸展法 单一肌群主动伸展 以及主动拉筋操 可以达到最佳的效果 下一个黑色的标题 随时都能做 那么我们还应该在哪些时候 做拉筋伸展操呢 任何时候都可以 拉筋伸展运动是放松自己 和舒缓日常生活压力的好方法 看电视时 做做拉筋伸展操 是善用时间的好方法 一开始可以先原地快走 或慢跑五分钟 然后坐在电视机前的地板 开始练习几个伸展动作 如果日后要参加体育竞赛 就要非常注意自己的身体状态 让身体保持良好的体能状态 进而慢慢达到巅峰状态 是非常重要的事 参赛者的身体 参赛者的身体柔软度 应该在竞赛之前达到最佳状态 很多人都是在竞技性运动时 因为急剧的激烈的动作而受伤 因此在竞赛前 务必要好好做拉筋伸展操 以下是红色的标题 停留动作 计数 计算数次了 计数 顿号再重复 每个伸展动作应该停留多久时间 每个伸展操应该要做几次 每次的练习时间 要多长 以上问题是讨论拉筋伸展运动时 经常会被提出的问题 尽管相关资讯 对此的看法不一 就我研究资料 以及衡量过个人经验之后的专业看法 认为以下建议是目前最正确且有益的资讯 下面是黑色的标题 每个伸展动作应该停留多久时间 这是经争议性最大 也最重说纷纭的一个问题 有些人会说停留10秒钟就够了 我认为这是最低限度 10秒钟只够肌肉放松 并开始延展 要对柔软度有任何帮助 至少每个伸展动作 要停留20至30秒才行 伸展运动要做得多深入 必须是个人是否有经常运动的习惯 或从事的运动类型而定 对于想增进健康及体势能的人而言 每个动作只要停留20秒就够了 然而 对于从事激烈的竞技性运动的人 每个动作至少必须停留30秒 然后延长到60秒以上 以下是黑色的标题 每个伸展超应该要做几次 同样的准则也适用于此一问题 每个肌群需要做多少次伸展动作 这也必须是个人是否有经常运动的习惯 或从事的运动类型而定 比方说初学者应该伸展 每个肌群2至3次 要是从事较激烈运动的人 就必须伸展每个肌群3至5次 每回的练习时间要多长 这个是黑色的标题 每回的练习时间要多长 这个问题也同样适用于上述准则 初学者每回练习时间5至10分钟就够了 但专业运动员就可能要长达两个小时 若是介于初学者及运动员之间的人 可依自己的程度调整时间长短 这拉筋伸展超要有耐心 没有人能够在两三星期内就柔软度大增 所以39月念完 所以不要期待伸展运动会带来奇迹般的效果 眼光要放得长远 有些肌群需要至少三个月的密集伸展运动 才能见到成效 所以持之有痕 绝对是值得的 以下是红色的标题 拉筋伸展超的步骤 刚开始练习伸展运动时 不要只做几个伸展超 而是要做大范围的全身性伸展 其目的是降低整体肌肉的紧奔程度 并且提高关节及四肢的活动能力 接下来就是开始伸展肌肉和肌腱 到超越其正常的活动范围 以提高身体的整体柔软度 然后再针对特别紧奔的部位伸展 或是对自己所从事的运动项目 选择适合的伸展超训练 选择适合的伸展超训练特别重要的身体部位 要记得这些都要花时间 这些伸展练习可能要花上三个月才能看到效果 习惯静态生活或是一向缺乏肌肉训练的人 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 没有资料显示 伸展运动必须依循哪些特定的程序 但是一般建议是从坐姿式的拉筋伸展超入手 因为踩坐姿练习 受伤的几率会较少 等身体适应后 再接着练习站姿式拉筋伸展超 最简单的做法是从角落开始伸展 然后往上进行到颈部 或是反方向进行也可以 只要能伸展到所有主要肌群 及作用相反的肌群 采用哪一种方式都无所谓 下面是一个图 图5-1 冒号 正确的姿势及不良姿势的差别 注意 左边运动员的双脚朝上 背也相当的平直 右边运动员由于姿势不正确 会造成肌肉失衡 受伤风险大增 这个图上面是两个人坐在地板上 两个人脚都是往前伸直 但是我们看到的是 一个人伸直了以后 他两个脚翘起来 并容 然后两只手就去触摸他的脚尖 另外一个人 他就坐得很散漫 两只脚伸直了以后 两只脚没有并容 然后两只脚的 两只腿就脚尖往外翻 然后手呢 他的背部是拱起来的 手呢 就放在膝盖上 所以他的意见是说 那个双脚要朝上 不要像他那个往两边翻 那背要挺直 他说姿势的不正确 会造成肌肉的失衡 受伤风险大增 这是第四十页 念完 现在念四十一 一旦整体的柔软度提升后 就可以开始专注于 加强特定肌肉 或肌群的活动范围 特别针对这些肌肉 来做伸展运动 这对做拉筋伸展操 是相当重要的过程 做法是一次只专注在一个肌群上 比如说不要一次训练两腿的腿后肌 而是一次只专注训练一侧的腿后肌就好 这样的训练方法可以帮助降低支持肌群的结抗力 知识 这是红标 知识 红色标题 伸展知识或称为正位 刮弧 alignment 刮弧 是柔软度训练最常被忽略的层面 在做拉筋伸展运动时 必须切记 知识会影响到伸展运动的整体效益 不良的知识和不正确的做法 可能造成肌肉的失衡 而让身体受伤 正确的知识 只能让目标之群 肌群得到最好的伸展 刮弧 剑图五至一 刮弧 刚刚已经解释过了 主要的肌群是由许多不同的肌肉构成 要是伸展姿势不精确或不正确 可能会让肌肉受力不均 导致肌肉收失衡 而让身体受伤 举例来说 伸展腿后肌时 双脚一定要朝前 如果双脚朝向侧边 就可能让腿后肌的部分肌肉 承受过度的压力 因而导致肌肉收失衡 如此之一来 花时间做伸展运动 反而为门其力 坚守其害了 OK 这是第41页 就念完了 下面就是第二部分了 第二部分是11类 114种简易拉筋伸展超 好 好 好 谢谢大家